重庆谈判中,蒋介石曾对秘书陈布雷说,毛泽东不可经视,他是烟如命,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,在同我谈话期间,竟绝不抽一支,对他的决心和精神,不可小视。 熊中藏有大志的人,往往是一个很自律的人,自律的人,既可怕,又可静,如果是伙伴,你要跟他学会律集,如果是对手,你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,灵异自律,可以让我们活得更高级。 前些天,钟汉良在一天内发了四条微博,晒出了他的早餐,午餐和晚餐,早餐也是一片吐司夹大,外加两颗模糊鱼和圣女果,午餐是满满的一盘蔬菜,搭配米兰大教堂形状的一大粒面,晚餐是自制蔬菜沙拉和燕麦小点心,清淡又营养的三餐里,藏着他在饮食方面的自律。 出道二十多年,钟汉良始终保持着良好的身材和不变的容颜,严见多识广的记者,节目主持人,也经看于他皮肤的质感,调查他是不是睡在冰箱里。 然而,正如泰迪罗斯福所说,有了自律能力,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做不到的。 多少人羡慕着别人的身材与样貌,羡慕着别人的成功与精彩,但是当了解到其背后付出的艰辛和见乎残酷的自我管理后,就迅速打起了退堂骨。 在浑浑饿,随波熟流的日子里,继续毫无意义的耗费生命。 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,你最深刻的错误认识是什么? 最高的回答是,以为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,后来才发现自律者才会有自由。 当一个人缺乏自律的时候,他做的事情总是在受习惯和及时诱惑的影响,要么就是被他人的思想观念所扰,几乎永远不可能去做内心真正渴望的事。 你会发现,那些自律大极致的人,都拥有了开挂的人生。 零二自律,是解决人生问题的首要方案,谷歌有位高级工程师,叫马克卡茨。 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三十天改变的计划,每天做一些之前未能坚持的事,比如,每天骑自行车上班,每天步行一万步,每天拍一张照片,写一本五万字的小说,不看电视,不吃糖,不玩推特,拒绝咖啡饮,可以说这份计划充满了挑战性,做不到自律的人士并无法完成。 但马克坚持了下来,三十天后,昔日那个肥密的湛南工程师不见了,他开始发自内心,的喜欢上骑自行车去工作,甚至完成了在非洲最高峰起立马扎罗山的远族。 心理学家曾经总结过这样的规律,自律的前期是兴奋的,中期是痛苦的,后期是享受的。 但有没有发现,大部分人都在自律的中期,痛苦期徘徊太久,以至于把痛苦当作是自律。 而当你自律到极致,你会发现,自律能够带给你八字内心的平静和享受。 因为你知道,自己在一天天地改变,自律已经变成了一种深入骨髓的习惯。 前不久看到新闻说,小绿子又瘦了,但去翻了凡照片,瘦的确是瘦了,但比起巅峰时期的身材来讲,还是相去甚远。 再看看同样是婚好莱坞的,叶苏巴的67年的杰森,斯凯森,今年已经51岁了,身材保持得特别好,看上去甚至比想,他7岁的像李自年轻一大姐。 但从体格上来看,一个放任自由的帅小伙,一不小心变成了只能引发福大叔的中年人。 一个从20岁出头开始演硬汉的男生,30年后依旧能保持着自己硬汉粉色。 当你的生活被情绪、拉洒和欲望占据的时候,你可能就会生活得毫无秩序,活成成一团混乱不开的情绪。 活着一摊毫无极致的肉。 重庆谈话中,蒋介石曾对秘书陈布雷说, 毛泽东不可经视,他是阴如命,但他知道我不吸阴后,在同我谈话期间,竟绝不抽一只,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。 雄中藏有大志的人,往往是一个很自律的人,自律的人,既可怕,又可静。 如果是伙伴,你要跟他学会律集,如果是对手,你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。 零一自律,可以让我们活得更高级。 前些天,钟汉良在一间内发了四条微博,晒出了他的早餐,午餐和晚餐。 早餐也是一片吐司夹蛋,外加两颗模糊鱼和圣女果。 午餐是满满的一盘蔬菜,搭配米兰大教堂形状的一大粒面。 晚餐是自制蔬菜沙拉和燕麦小点心,清淡又营养的三餐里,藏着他在饮食方面的自律。 出道二十多年,钟汉良始终保持着良好的身材和不变的容颜。 言见多识广的记者,节目主持人,也经看于他皮肤的质感,调查他是不是睡在冰箱里。 然而,正如泰迪罗斯福所说,有了自律能力,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做不到的。 多少人羡慕着别人的身材与样貌,羡慕着别人的成功与精彩。 但是,当了解到其背后付出的艰辛和健康残酷的自我管理后,又迅速打起了退堂鼓。 在浑浑饿,随波逐流的日子里,继续毫无意义的耗费生命。 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,你最深刻的错误认识是什么? 最高的回答是,以为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,后来才发现自律者才会有自由。 当一个人缺乏自律的时候,他做的事情总是在受习惯和及时诱惑的影响,要么就是被他人的思想观念所找,几乎永远不可能去做内心真正渴望的事。 你会发现,那些自律到极致的人,都拥有了开挂的人生。 02字律,是解决人生问题的首要方案,谷歌优位高级工程师,叫马特卡茨。 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30天改变的计划,每天做一些之前没能坚持的事,比如,每天骑自行车上班,每天步行一万步,每天拍一张照片,写一本五万字的小说。 不看电视,不吃糖,不玩推特,拒绝咖啡饮,可以说这份计划充满了挑战性,做不到自律的人士并无法完成。 但马特坚持了下来,30天后,昔日那个肥密的湛南工程师不见了,他开始发自内心,的喜欢上骑自行车去工作,甚至完成了在非洲最高峰起立马扎罗山的远足。 心理学家曾经总结过这样的规律,自律的前期是兴奋的,中期是痛苦的,后期是享受的。 但有没有发现,大部分人都在自律的中期,痛苦期徘徊太久,以至于把痛苦当作是自律。 而当你自律到极致,你会发现,自律能够带给你发自内心的平静和享受。 因为你知道,自己在一天天地改变,自律已经变成为一种深入骨髓的习惯。 前不久看到新闻说,小丽子又瘦了,但去翻了凡照片,瘦的确是瘦了,但比起巅峰时期的身材来讲,还是相去甚远。 再看看同样是混好莱坞的,眼素八的67年的杰森,斯凯森,今年已经51岁了,身材保持得特别好。 看上去甚至比小,他七岁的像李自年轻一大姐。 但从体格上来看,一个放任自由的帅小伙,一不小心变成了只能引发福大叔的中年人。 一个从20岁出头开始,眼硬汉的男生,30年后依旧能保持着自己硬汉本色。 当你的生活被情绪、懒散和欲望占据的时候,你可能就会生活得毫无秩序。 活成成一团混乱不堪的情绪,活着一摊毫无节制的肉。 03你为什么不自律? 为什么自律的人生,可以像开了挂一样,但现实中,却很少有人做得到。 因为自律意味着你必须有所放弃,不能全部都要。 就像你想要保持完美的体型,维持身体的健康,你就必须和垃圾食品说再见。 你不能肆无忌惮地吃麦当劳和肯德基。 就像你想要成为学霸,拿到奖学金,那是有半夜三更还在玩游戏,谈恋爱包电话周,你就不能如此放纵。 就像你毕业后想要拥有自己的事业,那你必须在周末的时候,继续加班研究自己的感兴趣的领域,同事发起的聚会。 对,你都得加以拒绝,这个世界上,太多事情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,你必须有所放弃。 但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,十分厌恶损失带来的振痛感。 一个人得了两千元钱和丢了两千元钱对内心的冲击,那个更大。 显然,丢钱冲击更大,真可谓相同得失,不同影响。 心理学研究表明,同样的得失,失的影响失得得了倍。 由此看出,人对损失更敏感,这就是损失厌恶。 基于这样的一种本性,很多人不断被他牵着鼻子走。 于是我们一边狼吞虎叶的吃着垃圾食品,一边幻想自己拥有八块腹肌,一边和设有通宵达大的LOL, 一边期盘着期末考试可以门门功课都过九十分,一边和同事周周出去KTV游山玩水,一边希望自己能够在三十岁前实现财务自由。 这样的痴人说梦,你不知道走过几次,知乎上曾经大热过这样的一个回答。 既然整天不思进取,浑浑噩噩,没有半点目标可言,就不要做什么英雄式的梦,好好的干预平庸,既要虔诚四级,又要毫不费力,你找不上千。 年轻的时候,我总以为什么都想要,都后来才发现,真正厉害的人,懂得为人生做解法,知道哪些东西不该要,哪些东西即使拼了老民,也要去争取的。 临死自律,其实并没有那么难,自律这件事情,不仅仅局限于肉体或者是时间。 更重要的是,思维模式的修正和改变,只有思维转变了,才会从时间、精力、情绪和身材各个方面,都形成自律思维。 自律本身就是一件艰苦的事情,因为自律意味着,你需要和自己的甜性做斗争。 这些甜性包括懒惰、好吃、贪婪和贩怒,等等,是对自己欲望的节制,所以自律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相反,它非常艰难,就像我们常见的各种21天打卡训练营,最终坚持下来的,都不到三分之一。 更别说,当把时间周拉长,拉到一百天,或者更长的时间线上,能坚持下去的幸存者,还有多少? 那么,如何才能将思维坚持到极致? 以设立具体目标,兼致无一例外原则。 我的表妹小蕊,每天嚷嚷着减肥,却从未成功过。 原因之一,相比就在于没有舍定具体的目标,无数研究显示,当人们用具体的条文,对他们的目标进行定义后,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。 大多数制定了明确目标的减肥者,比如,我要在两个月内受下食金,会比那些目标含糊不清的减肥者减肥效果要好得多。 目标明确是很重要的,因为明确的目标可以减少思想上的奇异和执行中的变异。 设定目标之后,需要坚持无一例外的原则。 比方说,目标是在两个月内受下食金,就坚持在达到减肥目标之前,一点甜点都不吃。 如果不坚持这项原则,那么每次面对甜点时,都必须决定是否要放纵自己。 在进行考虑的过程中,将会耗费能量,而这些能量,是维持毅力的关键。 所以,一旦给自己下了绝对不破例的原则,就不会再把能量花在一遍又一遍,无休止的自我纠结上。 那些自律到极致的人,都坚持了无一例外原则。 蔡依林从不吃任何有油的食品,甚至有三年的时间内没有吃过米饭。 杨丽萍为了呈现最完美的舞蹈,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。 有的话为了保持身材,几十年来都保持着每天一杯酸奶的习惯。 一旦你对某件事情百分之百的投入,那就不可能再有例外,事情已成定局,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。 放纵如沙岛,自律如车司。 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放纵,对自己严格一点,让自律成为一种习惯、原则。 二一次只完成一项任务,不要过多消耗毅力。 在改变自己的道路上,许多人会一次性给自己定下太多目标。 比如,半年内练出麻将线,考过某某考试,看50本书,看每句不需要字幕。 然而,毅力就像人的肌肉一样,会产生疲劳,同时接受太多挑战,通常无法坚持实施下去。 有一个著名的实验,一百个人被随即分为三组。 A组中的每个成员都得到了一盘小萝卜,并被要求全部吃光。 B组中的每个成员都得到了一盘饼干,并被要求全部吃光。 C组中的每个成员可以选择他想要吃的东西,或者什么都不吃。 在所有的萝卜和饼干都被吃光以后,每个人都被要求解答同一道难题。 这个难题实际上根本没有答案。 B组和C组的人在猜了大约15分钟之后放弃,A组的人只猜,了7分钟就脚械投降了。 研究者从这次实验中的出结论,A组成员已经耗尽了所有的毅力去吃掉那些萝卜。 而B组和C组成员仍有大量的毅力聚紧了到难题。 意志力就像手机的剩余电量一样,每天早晨你都是充满电的,随着你不断使用你的电力,最后电力耗尽,你也就毫无意志力可言。 你在一件事上用的意志力太多,不等它恢复就投入下一件事,那么肯定会疲惫不堪。 注意保存你的意志力,以便在最需要的时候使用。 三把挑战分解成小而易于管理的目标,太多人幻想着能够一蹴而就,一夜之间达成目标。 当完成了一个任务所需的时间跨度很长,难度很大时,许多人容易半途而废。 这个时候,是要学会对任务进行分解。 日本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山田本一,曾在自传中写到自己成功的秘密。 每次比赛前,我都要乘车把比赛的路线仔细看一遍,并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。 比如,第一标志是银行,第二标志是古怪的大树,第三,标志是一座高楼,这样一直画到赛程的结束。 比赛开始后,我就范围向第一个目标冲去,到达第一个目标后,我又以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。 四十多公里的赛程,被我分解成几个小目标,套起来就轻松多了。 开始,我把我的目标定在终点线的旗帜上,结果跑到十几公里,的时候就疲惫不堪了,因为我被前面那段遥远的路吓到了。 通往目的地的道路是有许多细小的,应于管理的步骤组成的。 不用总想着必其功于意义,慢一点,问一点,关键在于把大目标分解成一余消化,循序渐进的小目标。 054率,人生自由的必经之路,以前总觉得,人生苦短,应及时行了。 今朝有酒今朝醉,人不封流啊少年,直到后来,我渐渐发现,每一个不自律的行为,都会给你带来更大的痛苦。 长期暴隐暴食,缺乏运动,会让你不得不为自己的健康付出代价。 熬夜打游戏,刷微博,带来的是第二天的无精打采,浑浑噩噩,没有目标,得过且过,会让你迷失方向,日渐空虚。 设计师山本耀斯说,我从来不相信什么懒洋洋的自由,我向往的自由是通过勤奋和努力实现的更广阔的人生,我要做一个自由又自律的人,靠势必实现的决心认真的活着。 不要做欲望的努力,自律可以令我们活得更高级。 电平,终于发现,自由的本质不是放纵自己,不是无所不为,而是自律之后的舒畅,不是有所为,有所不为。 03你为什么不自律,为什么自律的人生,可以像开了挂一样,但现实中,却很少有人做得到,因为自律意味着你必须有所放弃,不能全部都要。 就像你想要保持完美的体型,维持身体的健康,你就必须和垃圾食品说再见,你不能肆无忌惮地吃麦当劳和肯德基,就像你想要成为学法,拿到奖学金,那是有半夜三更还在玩游戏,谈恋爱包电话周,你就不能如此放纵。 就像你毕业后想要拥有自己的事业,那你必须在周末的时候,继续加班研究自己的感兴趣的领域,同事发起的聚会,你都得加以拒绝。 这个世界上,太多事情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,你必须有所放弃。 但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,十分厌恶损失带来的震痛感,一个人得了两千元钱和丢了两千元钱对内心的冲击,那个更大。 显然,丢钱冲击更大,真可谓相同得失,不同影响,心理学研究表明,同样的得失,是低影响事得得了倍,由此看出,人对损失更敏感,这就是损失厌恶。 基于这样的一种本性,很多人不断被他牵着鼻子走,于是我们一边狼通苦见的吃着垃圾食品,一边幻想自己拥有八块腹肌,一边和社友通宵达达的LOL,一边提盘着期末考试可以门门功课都过九十分,一边和同事周周出去KTV游山玩水,一边希望自己能够在三十岁前实现财务自由。 这样的痴人说梦,你不知道走过几次,知乎上曾经大热过这样的一个回答,既然整天不思进取,浑浑噩噩,没有半点目标可言,就不要做什么英雄式的梦,好好的干预平庸,既要虔诚似紧,又要毫不费力,你找不上千。 年轻的时候,我总以为什么都想要,都后来才发现,真正厉害的人,懂得为人生做减法,知道哪些东西不该要,哪些东西即使拼了老命,也要去争取的。 临死自律,其实并没有那么难,自律这件事情,不仅仅局限于肉体或者是时间,更重要的是,思维模式的修正和改变,只有思维转变了,才会从时间,精力,情绪和身材各个方面,都形成自律思维。 自律本身就是一件辛苦的事情,因为自律意味着,你需要和自己的甜性做斗争,这些甜性包括懒惰,好吃,贪婪和贩怒,等等,是对自己欲望的节制,所以自律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相反,它非常艰难,就像我们常见的各种21天打卡顺练赢,最终坚持下来的,都不到三分之一。 更别说,当把时间周拉长,拉到100天,或者更长的时间线上,能坚持下去的幸存者,还有多少? 那么,如何才能将自律坚持到极致,以设立具体目标,兼致无一例外原则,我的表妹小蕊,每天嚷嚷着减肥,却从未成功过。 原因之一,相比就在于没有舍定具体的目标,无数研究显示,当人们用具体的条文,对他们的目标进行定义后,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。 大多数制定了明确目标的减肥者,比如,我要在两个月内受下食金,会比那些目标含糊不清的减肥者减肥效果要好得多。 目标明确是很重要的,因为明确的目标可以减少思想上的奇异和执行中的变异,设定目标之后,需要坚持无一例外的原则。 比方说,目标是在两个月内受下食金,就坚持在达到减肥目标之前,一点甜点都不吃。 但是,如果不坚持这项原则,那么每次面对甜点时,都必须决定是否要放纵自己,在进行考虑的过程中,将会耗费能量,而这些能量,是维持业力的关键。 所以,一旦给自己下了绝对不破例的原则,就不会再把能量花在一遍又一遍,无休止的自我纠结上。 那些自律到极致的人,都坚持了无一例外原则。 蔡依林从不吃任何油油的食品,甚至有三年的时间内没有吃过米饭。 杨丽萍为了呈现最完美的舞蹈,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。 有德华为了保持身材,几十年来都保持着每天一杯酸奶的习惯。 一旦你对某件事情百分之百的投入,那就不可能再有例外,事情已成定局,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,放纵如沙岛,自律如车司。 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放纵,对自己严格一点,让自律成为一种习惯、原则。 二一次只完成一项任务,不要过多消耗毅力。 在改变自己的道路上,许多人会一次性给自己定下太多目标。 比如,半年内练出麻将线,考过某某考试,看五十本书,看每句不需要字幕。 然而,毅力就像人的肌肉一样,会产生疲劳,同时接受太多挑战,通常无法坚持实施下去。 有一个著名的实验,一百个人被随即分为三组。 A组中的每个成员都得到了一盘小萝卜,并被要求全部吃光。 B组中的每个成员都得到了一盘饼干,并被要求全部吃光。 C组中的每个成员可以选择他想要吃的东西,或者什么都不吃。 在所有的萝卜和饼干都被吃光以后,每个人都被要求解答同一道难题,这道难题实际上根本没有答案。 B组和C组的人在猜了大约15分钟之后放弃,A组的人只猜了7分钟就脚械投降了。 研究者从这次实验中的出结论,A组成员已经耗尽了所有的毅力去吃掉那些萝卜,而B组和C组成员仍有大量的毅力去紧了到难题。 意志力就像手机的剩余电量一样,每天早晨你都是充满电的,随着你不断使用你的电力,最后电力耗尽。 你也就毫无意志力可言,你在一件事上用的意志力太多,不等它恢复就投入下一件事,那么肯定会疲惫不堪。 注意保存你的意志力,以便在最需要的时候使用。 三把挑战分解成小而易于管理的目标,太多人幻想着能够一蹴而就,一夜之间达成目标。 当完成了一个任务所需的时间跨度很长,难度很大时,许多人容易半途而废。 这个时候,是要学会对任务进行分解。 日本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山田本一,曾在自传中写到自己成功的秘密。 每次比赛前,我都要乘车把比赛的路线仔细看一遍,并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。 比如,第一标志是银行,第二标志是古怪的大树,第三标志是一座高楼,这样一直划到赛程的结束。 比赛开始后,我就范围向第一个目标冲去,到达第一个目标后,我又以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。 40多公里的赛程,被我分解成几个小目标,套起来就轻松多了。 开始,我把我的目标定在终点线的旗帜上,结果跑到十几公里,的时候就疲惫不堪了,因为我被前面那段遥远的路吓到了。 通往目的地的道路是有许多细小的,易于管理的步骤组成的。 不要总想着逼其功于意义,慢一点,稳一点,关键在于把大目标分解成易于消化,循序渐进的小目标。 054律,人生自由的必经之路,以前总觉得,人生苦短,应及时行了。 今朝有九今朝醉,人不分流往少年,直到后来,我渐渐发现,每一个不自律的行为,都会给你带来更大的痛苦。 长期暴隐暴食,缺乏运动,会让你不得不为自己的健康付出代价。 熬夜打游戏,刷微博,带来的是第二天的无精打采,浑浑噩噩,没有目标,得过且过,会让你迷失方向,日渐空虚。 设计师山本耀思说,我从来不相信什么懒洋洋的自由,我向往的自由是通过勤奋和努力实现的更广阔的人生。 我要做一个自由又自律的人,靠势必实现的决心认真的活着。 不要做欲望的奴隶,自律可以令我们活得更高级。 终于发现,自由的本质不是帮助自己,不是无所不为,而是自律之后的舒畅,是有所为,有所不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咯。